我本來都是一個和理非 相信這些議員可以幫我改善社區 但是 最近見到這麼多暴徒衝上街頭 我真是好驚 怕到每晚都發惡夢 我無意家散人王 我兒子他跟人上街 扔磚 扔汽油彈 打警察 學人相信什麼違法達義 就這樣 就被人抓了 我夢見女兒跟著所謂的議士做天使 周圍嚇嚇罵罵 後來 知道被利用想逃脫 結果 就被他對欺人拳打腳踢 我老婆見到連龍牆 搞到屋邨骯髒骯髒 她一時看不過眼去搞清潔 會不會被人拳到半身不遂要入醫院呢 我最怕是 說錯小小事就被人起底 連自驚訝店都會被燒賣 現在就是夢醒的時候 睜大眼清醒 記得11月24號要去投票 最重要就是 沒有選擇那些搞亂香港的候選人 一票在手 撥亂反正